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也是一样,观众反馈做的笔 现在买笔都是做笔而买笔 现在是真的很少买笔了 那我们直入正题吧 还是这个logo有点像那个服装品牌 还是应该是时装服装品牌吧 那个叫什么Couch 首先就正常的包装嘛 也没有什么标准 或者是说里面的一些详细内容什么的 相当节俭成本的一个包装 然后有个二维码 二维码我就不少了 我觉得应该意义不是很大 然后就加一条黑边 然后想营造一种相对来讲比较高级的感觉 有点像什么高级服装品牌那样子的一个包装 这个看起来就很现代的包装 不知道笔是不是一样这么现代啊 好打开一下吧还是一样 好 好像里面还有什么 好像 哇 拉米那个龙骨盒的包装真的很经典 现在基本上就是 呃怎么一下换换换换换药啊还是一样 好 那这塑料杆就塑料套的一个手感还可以 看就这塑料套 跟那个别的就是比较厚比较亮 那相对来讲还可以 反正塑料套的那个挺不错的 好 那就下来就是正常一个建标 我希望有时候这些品牌就换一下那个笔夹 真的 因为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笔夹 呃再下来的话整支笔那前后端看起来比较圆论 上面的应该是一个漆杆摸起来比较挺硬的 然后就应该是那个漆杆 我觉得是呃 这里应该是电镀键了 这里啊有点冰电镀键 那这也是塑料键 呃 再下来的话整支笔还是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大小是怎么样 好 那一个 这样 然后看一下那个整体造型来讲 还是中古风的一个造型 那比较细比较短 那现场比都是比较粗比较长 那这里是有一定的差别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这个气管的反光 看一下这个表面处理 我拿一下一支我日用的海运对比一下吧 能看出来就是 金豪七五的这个光的话到前面尖啊 我母左手拇指尖尖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有点虚金豪七五 那你看那个Waterman的海运的话 他就没有这么虚了 就很锐利整个光点 这个稍微虚一点啊 那这个工艺上面来讲有点这个小差别 但是不对比不细看 其实看的不是很看得出来了 我个人觉得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 没有明显的什么拖度等等的问题了 应该是属于一支那个现场比我觉得是 那下来我们把这个笔打开一下插拔的吧 应该是看这个样子 好插拔比较不错的是配一个双色尖 而且这双色尖还是挺好看的 上面的纹路的话是应该是加了一点那个中国特色吧 有点像那个城墙的这种我这种纹路就有个名称的 知道观众帮我普及一下 上面的笔尖的话等等做起来还是非常的精致感 反而笔尖的外观我是比起它笔感我会满意很多了 然后笔握的这个部分是塑料 然后这边漆感那两种材质对比 那看起来还是有点心意的 从造型来讲个人不是特别满意 然后哇这细墨器好打颜色对一下 这个也没事 然后口径的话照理了应该是3.4口径 笔尖上面的话就是看起来还是非常精致的 然后就有一点有加这个金嘛 那结构感还是有的 那看起来还是很花心思的一支作品 那细墨器的话就是有客制化一下 加了自己的品牌这样子 好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下来看一下我们的笔尖 那尖的话是属于一个小尖的 那如果我去拿146的笔尖来对比146的算是中号尖 能看到它的尖应该是跟无印的这样子的一个 无印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那比较不错是一个那个是黄金尖 那现在都是在流行那个玫瑰金的一个风气下 能看到黄金色算是一种安慰 我个人是喜欢那个黄金色多一点 看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笔尖 笔尖笔尖 笔尖来 这个有时候真的不是很好握这个放大镜 好 好那就这样子 那你看它笔尖也是常规的一个打磨方式 呃前面没有一个斜面看起来不是刀锋打磨 再下来的话就是常规的只要这种打磨就常规的那种源头的打磨吧 只要不尖不交叉错那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笔尖其实细看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暂时如果看的比较除了那个logo以外吧 这一支笔还是有点就因为那个纹路吧 我觉得因为那个纹路虽然说很简单 但是看起来整体来讲的话在一个因为钢尾本身是一个呃怎么讲呢 呃西方世界的东西嘛 那西方世界一个产物 那在上面这样加一个中国特色就所谓的这种中国特色就的纹路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但是有点怎么叫非常形象的一个东西了 但这个就见能见智了 但是这种笔尖的设计那今后肯定不是第一支嘛 但是这样子去改一下 如果把Long Google 换一下 我觉得这种呃就少这样子会更像一支就是有诚意的国产笔 我觉得是这样子 再下来好上下墨吧 我还是就这一支笔真的最满意我是这个笔尖的 好吗 那都好可以有上墨了 ok 好把笔给盖上 我感觉呃有时候我觉得墨墨水一年真的是可能一年应该用能用到以以如果不是高考的话能用到一贯我觉得已经是很牛逼了啊 好 好那整根笔尖还是保持很干净 那还是要我们的一个书写阶段 好 好书写完以后把这一支笔的一个声音的给大家去听一下啊 那好像横线和树线的那个声音写呃不太一样 反馈感还是ok的 但是嗯 笔尖来讲算是个人就是这一年里面见到就是说算比较漂亮的一个笔尖了真的 嗯然后但是笔尖的反馈感暂时来讲还是没有一支能看到能比福利文好的 国产笔尖的话个人最喜欢的还是一个福利文的笔尖啊 呃但是以他的价格来讲三十几块买到一支7杆的然后看起来就稍微有就是他的一个气氛感来讲就整个的协调感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以他三十几块的这样子一个价位来说那看起来还是挺高级的毕竟现在应该很少人就说十块钱的笔都会嫌贵了就别说一两百两三百或者再高的一个价格对 好那就这支笔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有什么可以帮我补充一下那也可以留言下给我呃那个也可以叫微信微信然后呢我把你拉到那个微信群里面好那就今天到这里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